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分析光他谈什么万一间或是每次流量大概都50万次以上 有一次是这个97万的 这是政论第一网 真的 高嘉宇上节目观看次数有56万次 所以接下来年轻选票主战空战也在开打了 那月薪3.7万怎么找到人 他谈的就是学生年轻朋友要去当自愿意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国家改了自愿意义之后 一直没有办法顺利的增并 一直与兵源不足 即使现在要增加扩大兵源的义务义 他说因为和平并不是统一 这是两件事情要和平 和平是唯一的答案 所以国内的自愿意月薪才3.7万 我们要冲突兵源没有错 是因为薪水太低了 居然要牺牲的很多 要牺牲自由 甚至有可能要上战场去保家卫国 太低的薪水怎么找得到人 而第一场学生座谈 会后侯康佩的调查支持度破6成 这个是活动调查前支持度只有42 到了活动后的调查是62 不过这个数字要特别提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查了一下 这包括的台中一中二中 台中女中新大副中等等 学校一起做出来调查 可是因为只有52个人调查 只有52个人填表单 就大家参考参考 学生很认真的在选 在这个调查前调查后 演讲前后都做了调查 不过而且是高中生 恐怕也没有投票权 所以这就是这个参考值 年轻人有没有办法突破 他们的观念跟他们所认同的对象 而赵尔康到清大说被阻挡这件事情 场地租不到啦 有很多卡关啦 小美琴也回应了 她说每个学校的规则规范都尊重 之前她到其他学校县市去啊 有一些学校不方便入内 因为牵涉到政治的场合 那当然清大低卡的清大学院论坛就讨论起来说 这阿公的阴谋啦 看来是邀请的顺序错了 替主办同学QQ 但是呢 赵尔康也说 有些大学是不看这些东西的 你做越多白工虚工整学生 听听赵尔康的说法 我觉得这108课刚好争议很大 那不只是什么国文啊历史啊 去中国话 不只是这些问题了 又比如说这个学习历程 那是另外一个 要学生啊 这个从高一进去开始写这学习历程 学生也不堪其扰啊 而且贫富差距也会造成影响啊 而且有些大学也不看这个东西啊 所以你就做很多白工 做很多虚工 整学生嘛 赵尔康这段话谈的是108课刚 就是北英女的老师公开喊话 108课刚是无此课刚 这两天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而且其中最讨论的呢 大概最惨的是老师了 因为立刻整个全面性的被出征 那我们想想看 过去108课刚品德 是什么培养的 前后来比较一下 网务可能图很多啦 说郑文燦品德 不是靠文言文学的 所以要靠什么呢 靠酒店培养网路梗图嘛 大家忍不住会想到啦 那站不住脚就抹红吗 就是大家对于这位老师 现在替他担心处境 这困境 因为网军还说自己起底 这几天也连续各种的报道 就说这个老师啊 有问题啦 什么学生说 他上课的时候讲 这个统战思维 对民进党有批评等等的 那甚至还去香港参加过研讨会 交部还要查 追查他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 就这位老师 一点都不怕的样子 他霸气回应 他说连两岸交流 都一定会被贴上什么标签的话 是这个社会疯了 还是网军疯了 他突然十多年前就去过 现在就不可以了吗 不可以有学术交流吗 那甚至过去何博文 妻子不是也被质疑去 参加大陆的统战活动 还是到中国大陆去 何博文当时怎么说的 没有任何渔局 没什么问题 他只是单纯的交流活动 没有 他太太 我知道 他妻子 我有讲 妻子 所以他就是说 如果民党的人去了 不管是家人或是一本人去了 就是正常的交流 那如果是其他人去 就有红帽子要贴吗 那所以国民党就指控了 赵天林社 国安社外泄的机密 更是直接身体力行小三通 怎么说呢 民党还反击说 先照照镜子拔 网路乱梗图很有feel 大家来参考一下 网路怎么想的 党籍人士去家族 家族到对岸开银行 党籍人士到对岸 跟对岸兄弟 勾肩搭背说 你是我的兄弟 那到对岸去记组演讲参访 老师到对岸演讲 本来这些所谓的侧异 都在睡觉 一听到老师到对岸 去参加学术研讨会 哇 立刻醒过来了 开始痛批勾结卖台 这是网路的梗图 就在质疑是说 是不是民进党能 其他的人就不能 那么两岸的议题 现在学生 这个学术界 学生这个领域里头 各种想办法争取 同这种意见的 支持的意见里面 亮哥怎么看 学生难道到校园区 讲这些就有用了吗 因为你刚刚那个 入场前跟入场后的 现场反应 是增加的 表示赵赵刚刚在现场 表现是不错的 加分的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因为很多学生 就觉得侯照 就已经是爷爷辈了 所以可能对你 没有什么期待 那结果就看到赵赵刚 还蛮接地气的 对于他们关心的问题 还是都能够抓到重点 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而且我觉得也是他的个性 他可以去适应 现场那个年轻的气氛 他你们也是年轻人 不 我知道 所以我这个吼吼 都就比较难 这个就是 吼吼是警官出身 公务员做一辈子 所以就是赵刚刚有办法 去适应那个氛围 然后可以跟现场热成一片 其实这是一种能力 说实在 这跟年龄没有关系 没错 川普几岁了 川普跟现场群众也很热 跟拜登也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他还是要多办 如果有时间 事实上我觉得蓝营 基本盘已经都回来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事实上侯友宜跟赵刚刚 都很清楚 他们就是在抢 20到40岁的票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间选民 很多都集中在这个年龄层 那这一组就是特别低 所以你这样就是真的就是在面对 没有支持你或魏表态的选民 所以比如说赫龙 赫龙那个熟视率是最高的 流量真的很强 那个当然要去 那个当然要去 所以我是因为我记得 韩国瑜也有去曾博文的节目 对不对 那个博文夜夜秀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议题 我认为侯友宜应该不是只有 那个就是防贷555那个方案 那个政策 我相信他针对20到40岁 还会有一系列的政策 那刚好就是透过这个过程 扩散 就把它扩散出去 我认为多少会得分 因为你们现在差距又不是非常大 你如果从20到40岁 能够多个1% 那就非常了不起 1%就将近20万票 对不对 所以不过就是说 这个他们那个竞选团队也要够 那个网路的团队也要立刻跟上 跟得上这个水温 比如说像 柯文哲现在KBTV 就是在剪接 他以前播过的片 然后就剪剪剪 他变成一个电视带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是够 因为他们网路团队很强 所以就是去现场 然后就立刻剪出精华 然后就一直播了 我觉得 这个侯照这一组真的需要这种东西 因为以前真的很少看到 而且我也觉得侯照 我不知道时间还来得及来不及 也应该有一些 比较青春充满阳光的竞选歌曲吧 因为我现在看到那个桃花的那支宣传片 那个是在哭手对手 所以我也有一些朋友说 哎呀 有点阳光 看到未来 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的歌吧 像马英九 2008最后那支我们准备好了 就那个feel 就是他恐怕要拍一张 拍一支这样的正能量的广告 就正面选战的诉求 不过当然今天赵康在一个受访的情况之下 也提了一个新的主张说 他认为到大陆去互派军事观察员的方法 有助于两岸维持和平 有动态的话随时掌握 兵哥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不会答应这个东西吧 可能性很低 不过我觉得两岸之间本来就是一个僵局 所以任何一个开创性的东西 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但重点就是两岸之间的目的是要维持和平 先有对话 但是现在民进党就是把所有两岸之间 想要维持和平的努力都大臣投降 这个是我觉得最糟糕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台湾好像不能讲跟对岸要和平相处 只有民进党才可以讲 其他的讲的都 他要吃饭喝珍重奶茶都可以 都别人投降 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赵康这次初级我觉得很好 也就是他本来就是媒体人 大家也都知道赵大哥反应是非常快 所以他在现场很容易就跟这些学生 大家就是水乳交融 然后相谈甚欢 那当然你说他每一个问题 都是完全直求对决正面回答 我觉得也并没有 有一些他其实是答得有点含糊的 但是当然也不可能你要求他 每一个问题都讲得非常仔细到位 这个其实有客观事实上的难度 可是我觉得至少他的表现 跟过去我们看到赖清德 侯友宜 甚至柯文哲比起来 我觉得他呈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风貌 我甚至觉得他比柯文哲 在某一种程度上来 他都更接近这些学生 柯文哲是他的某一些理念 蛮能够获得学生认头 可是你看赵坑现场跟学生 那个互动态度 我觉得他好像是这一组候选 里头最年轻的 可是实际上他是最老 他是年纪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蛮自在的 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不一样 这就他个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赵坑其实这一点 是蛮加分的 但刚亮哥提到的那个重点 是我在之前就已经讲过了 就是你们国民党应该现场 全程录影之后 就是赶快回去剪 然后上字幕 然后帮他配一些话去 不管是小红书也好 抖音也好 然后YouTube也好 我们好像讲大半年的 对 全部都要丢 对 但是我不知道 国民党现在有没有丢 我是没有看到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光临场座谈会 有几个人会看到 没有几个人会看到 但如果你用各种不同的形式 把它散布出去的话 就很多人都会知道 其实我有观察PTT PTT虽然还是有很多人 对赵康这个座谈会在嘲讽 业余 但是大部分倾向不是很负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因为过去国民党给 年轻人的形象就是 比较衰老 比较迂腐 比较 就是跟不上 年轻时代的卖动 我觉得这一次 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年轻人的反弹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这种要多办 虽然我知道时间可能很紧迫 然后贺龙那一个就是也要 我觉得赵康去之前要精心规划 其实上次韩国瑜也有准备 也漏了一手 但是他用膝盖走路那个 真的不是很好 赵康这次不要来这招 换别招 就是 那不在规划之内真的 我觉得就是要展现一下 年轻的活力 朝气蓬勃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维员 其实网路的各种减法 2020那个时候 很多其实是自发性的 因为如果你本身有流量 自然就有人帮你剪 然后PO上去 他有流量就有收益 这是突然会大量的转传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那国民党现在有这种规划吗 有啦 其实侯友宜 他刚开始自己选的时候 选总统的时候就有这个规划 就有这个规划 有这个设计 所以他其实蛮多片段 马上立即剪的 包含当时 比较惨状的台大跟政大 那个后来的短片 其实都有 包含赵召康这次也有 但我会觉得 你知道国民党我必须讲 这个我们年轻票的这个 楼地板很低 就是说我们 我会鼓励所有国民党的 从政的人员 都多参加年轻的场子 为什么 我们其实没什么分数好被扣了 我们只会往上加而已 因为我们加幅度会很大 那你仔细看一下 赵召康去了这个 一中的这样一个场合 然后赫隆召康刚好打电话过来 整个旁边那一中学生 其实很high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是他们觉得 包含这民调 当然有时候可能是 那个大内宣 大外宣民调 对不对 但那民调呈现的是 在现场听完的学生 听前可能对赵召康是 A是40分的影响 听完之后到60分了 增加20分 他就是这样的结果 代表说赵召康他讲话 其实是可以吸引年轻人 所以你看他整个 跟年轻人对话 再加上跟赫隆叶叶秀这样子 call in加起来之后 哇年轻人很high 那这样子其实吸引年轻人的 关注跟注意 像选战老实讲不到40多 不到40天 30几天而已 透过这方式让年轻人 多认识一点 赵召康或许我们都认得 但你说年轻人对赵召康 有什么印象 记忆当可能非常陌生 但突然发现这个大叔很有趣 而且会直球对决 而且愿意上所谓赫隆叶叶秀 我觉得当然是增加他的知名度 最后上赫隆叶叶秀 我当然觉得说要不要准备 当然是要 但我觉得以赵先生 他在沙场这么多年 他的反应是很直接的 其实年轻人喜欢的是直接 他不喜欢他果然抹角 所以他上去之后 其实按照真心话讲出来 一定会有地方不小心失言扣分 但问题是当你越多真心话之后 年轻人觉得说你越真实 这就是柯文哲为总 获得年轻人喜欢 他的真实感 这样真实感放在赵召康身上 进而带动所谓后遗 跟赵召康这组搭配 所以在年轻选票 我们其实这次是有很大努力空间 而且是有机会 努力到很多年轻选票的 这是一体的两面 待会我们来看看 立委的选情如何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全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 田大使界文极 翟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国际事务专家蓝月谦 主持人好 我跟朋友大家好 立刻关注 现在目前的最新选情 现在在民调来显示 最新的立委民调选举 不论是区域立委 或是不分区的立委的政党 这些支持度 目前看起来 国民党都到了第一 国民党在区域立委的支持度 有到了34.5% 而不分区的话是34.4% 都是位居第一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跟民众党的差距越拉越大 也赢过了民进党 那这个调查时间 是12月6号到7号 这样子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调查 显示出来的结果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柯文哲 当然可能要回防一些 这个潜绿 或者是泛绿的选票 讲说他的内心深处 是深绿的 要遵循小鹰路线 不过吴子佳就开栓 讲说这个柯文哲 嘴上说的内心 但恐怕他也只是 随便讲讲而已 就有点吐槽他的感觉 他甚至还讲说 这个之前柯文哲 还让蔡壁如有点生气 他曾经听到蔡壁如抱怨说 柯文哲在蓝白破局之前 叫组织部的主任打电话给蔡 就是给蔡壁如说 你不会当选 以后柯P行程不会排你那边 这让蔡壁如非常的火大 还回呛柯说 我跟你同事三十几年 你怎么可以只叫 下面的小鬼打电话给我呢 感觉上面好像 这个蔡壁如最近跟柯P 真的是走得比较远一点 所以是不是现在柯P周遭都比较是 目前你看到像黄珊珊或是陈志涵这样子的人 反倒过去有这样革命情感的蔡壁如跟柯文哲 有点渐情渐远吗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目前很多绿营的人都把这个好像总统大选 瞄准的不是侯友 一直在瞄准韩国瑜在打 那放出来都是一些绿营的这种侧异 或者是人家形容小鬼难缠 比方说这个赖的靖总 他这个郭玉琴 他现在列在不分区 他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万老师了 他就讲说 你看看如果这个猫狗的这个图像 把猫前面再多加一条鱼的话 象征着这个猫咬着鱼 象征拒绝韩国瑜要团结护国会 那我们也要这个阻挡韩国瑜 变成立法院长 这件事情很重要 人家想说这是不是有点牵强 就是很难理解说 这猫雕的一条鱼 就是阻挡韩国瑜 但反正他们开心就好了 这他们可能就是一种 选战的一种讲法 那另外王毅川也是一直在 好像在蹭韩国瑜 就讲说韩国瑜如果当上立法院长 恐怕是一场灾难 那零九万现在变十一万 那他讲说韩国瑜曾经是被罢免的市长 现在走入到这个什么 走入香港中联办 希望能够拒绝韩国瑜 共同守护国会 陈伯伟也出来讲 讲说对韩国瑜的三个印象 迟到喝酒 然后请假选总统 韩如果当选 外国看到韩国瑜 就等于是代表我们 那我实在也不知道 陈伯伟有什么资格 他自己不是也什么性骚 照到什么 他自己给人家印象也没多好 他还好意思这样出来讲韩国瑜 所以感觉起来 韩国瑜也懒得回应这些人 不回应让你们也没有文章可以继续做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目前2023年 现在票选出来的年度代表制 结果是个缺 果然大家的心里面都很有同感 的确我们今年真的是什么都缺 缺蛋 缺药 缺电 更缺钱 因为现在物价涨得非常的高 很多人可能在经济上面都有缺口 因为缺钱 跟不上这个物价的涨幅 所以什么都缺 那我们看即使短评讲到 现在台湾 从缺工到缺蛋 到底台湾人缺什么 现在其实是对于政府的一种 缺乏安全感的一种感受 我们不论是缺或是抢 都已经变成了台湾的日常 那这个政府到底给了我们 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都是一种负面的词 你看看过去八年 从蔡英文上任至今 我们看到这个整理出来的表格 从2016年的苦 2017年的忙 忙人的忙 2018年的翻 然后2019年的乱 2020年的义 然后到2021年大家都宅在家 然后2022年的涨 到2023年的缺 好像没有一个是 很好的字眼 所以这个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躺了八年吗 那我们看看 现在这一个 有一些网路上面的一些梗图在画 讲说啊 蔡英文穿着国王的新衣啊 讲着居住正义 不缺电非核家园啊 还有什么与世界接鬼 吃莱猪加入CPTPP 护女权司法改革 结果呢 这八年下来 全都是一场空 都是国王的新衣 我们什么都没得到 我们只有缺啊 那再来看看现在最低工资 说12号就要表决来处理 可是问题是 你躺了7年啊 这个最低工资法到现在 都还没有共事 所以是不是 民进党还缺一个东西 要跟人民道歉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这个要让韩国瑜 韩国瑜当立委也是百分之百嘛 他不分区第一名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要让韩国瑜不当立法院长 只有两个逻辑啊 第一个就是民进党 你想办法自己过半吧 那应该让区域立委出来讲话吧 像王毅川他排名14 但是目前所有的民调显示他不会上 对啊 那另外就是不然请民进党出来宣布 说我们决定跟民众党结合成为立法院多数 那就保证韩国瑜不会上了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民进党不敢宣布呢 因为民进党要过半不可能 过半要57席嘛 民进党估计最好的状况 他的安全席次也大概只有50左右 所以你应该去讲说 我们要跟民众党结合啊 你为什么不敢讲 其实应该问他们啊 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讲 对不对 就要嘛就一党过半 要嘛就跟民众党联合过半 那就可以挡住韩国瑜 不让他当立法院长嘛 那他为什么都不敢这样讲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知道自己不会过半 讲了就觉得吹牛 人家就觉得说你就不用吹牛了 那第二个是 他跟民众党的关系非常的尴尬 因为他还要K科匹 因为科匹最近蓝绿乱色 对不对 这个民进党还不知道他的路子 所以现在也不敢乱讲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打韩国瑜 他们就误以为 韩国瑜的仇恨值 还跟当年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误判形势 就非常严重了 你要知道2020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高雄人我很清楚 就是你当一年就跑去选总统 对 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意见 没有选上后来被罢免 我觉得那件事情到那里就了了 就是你已经重重的惩罚人家了 把人家罢免了 那之后坦白讲韩国瑜 人家这几年来都在做公益 这个都是默默的 也在自我反省检讨 所以你看这次回来 他还是受到极大的欢迎 那你这个时候还在用 这个2020年那种feel 想要打韩国瑜来得分 这个就满奇怪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总统选举 在打立法院院长候选人的 怎么有人这样打选战 所以賴清德就不想讲话 没有人这样选的 民进党很尴尬 因为民进党打侯友宜 不知道怎么打 因为侯友宜这个人就是比较单 没什么料可以让你去讲 他讲话比较谨慎 做人就是一个公务员 一个警官 所以他们想打赵兆康 觉得赵兆康政治的语录比较多 可是选总统没有人在打副手的 又不是弊案对不对 只是他的言论有意见 他现在跑来打韩国瑜 我就不知道这个总统选举在选什么 就是你要不然就针对国民党的政见 要不然针对侯友宜正面来打 结果绕来绕去打赵兆康 连赵兆康跟林湘你都要做文章 结果害得林湘都要出来开记者会 我觉得林湘台风蛮不错的 还会自我调侃这样 那就打不下去了 然后现在又来打韩国瑜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选举要么 就讲自己的政绩好 比赛谁做得好 这个民进党没有办法讲 不然又讲了立刻被人家吐槽 比如说蔡英文说 我觉得我们是接近完美的民主 吓死人了 700多天总统不开记者会的 完美民主 然后要么就说我们经济表现非常好 老百姓感受不到 要么就赖清德 说我们对中港的依赖 已经降到38 他很高兴 请问这7年多将近8年 为什么 你不是说台湾要独立自主吗 要不要依赖中港吗 那为什么始终依赖中港经济的 比重一直超过在马亦1917 对不对 我觉得他已经乱成一团了 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自己的政绩 讲了立刻被虚了 你刚刚讲到最立工资也是 然后房价也是 赖清德才讲一下 我感觉房价有在跌 就立刻被枯首 对 对不对 其他的背后林一大堆 都是有代表性的人 陈其中 陈时中 一大堆人 王美花一大堆 所以就只好出来打人 侯友宜又不知道怎么打 所以只好乱打一通 现在已经打到韩国瑜了 很混乱的一个战术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对 我看最近绿营的电视 就有两个目标 一个突然把王益川抬得很高 天天每一个节目都是王益川 结果知道他是不分区排名第14 他意思就要保送益川大兵 他要14的不分区上去 对 你现在你自己的区域立委 选情都不好了 对 你要来拉抬你这个不分区 还不如在他这个不分区 这个区域立委里面 他要有一些重点 可是他现在基本上就是 就是在打这个 拿韩国瑜出来 拿韩国瑜 一直在打韩国瑜 另外一方面 刚刚这个贵人讲的还没有错 他们现在目标重点 好像真的找不到国民党 有什么好打的 赖清德就是在讲什么 就是讲这个还是搞抗中保台 然后台湾怎么 这个不会打仗 然后台湾要保持民主 他就是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权 就是这个论述 走到哪儿就这个论述 另外一方面他还在继续打磕 打得很凶 到现在还是拿磕的各种的行为 拿出来检讨 现在他们还是这个策略 我不晓得他们是 整个选战策略就是这样 还是说他们没有东西好做了 因为他一讲 像赖清德每次一讲说我要做这个东西以后 然后萧美琴说要做这个东西 人家就在讲说 你们执政了八年 你为什么不做 你为什么现在提出来才要做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刺 所以我看了赖清德这个公车广告 就是说这个生育补助八千块 然后第一胎 第二胎还要加码 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已经几乎是在汇选 那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你做副总统的八年了 为什么你不做 对不对 为什么台湾的这个 什么都缺 可是买美国军火的时候都不缺 对不对 台湾这个什么都缺 可是用在光电这种土地收购 这些买这个风电的时候 买全世界最贵的风电的时候 都不缺钱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民进党 这一次的选举可以说 我觉得他的政见是很薄弱 真的是因为蔡英文的八年的政绩 这个八年的执政包袱 他真的是动辄得救 不过今年这个年度制 缺真的选得太好了 对 真的我觉得不但打动了各个年龄层的人 各个年年轻人缺工作 对 缺家薪 缺这个 一种希望 我觉得他们过去 曾经欺骗年轻人 就是说让你看到一些希望 可是让 最残忍是让年轻人的希望都破灭 现在是看不到希望 然后缺两岸的和平 缺经济的快速的进展 我们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可能是历年最低 历年最低 那这个就是说台湾的经济 现在走到一个死胡同 看不到他们这些 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济主张 所以经济他也不敢打 社会体也不敢打 所以就变成就在这边搞这些什么 抢救益川大兵 我是觉得我们一场选举 干嘛要去抢救那个王益川 是谁我都不知道 是突然冒出来一个王益川 说高铁没靠背的 高铁没有靠背的 就是他 每天都看他 每天就看他 这个选举就是要抢救 网救王益川 我们大家都不是很熟悉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选举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 真的是缺有能的政府 也缺有德的政府 賴老师 对 还缺一个羞耻心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太没有羞耻心了 他对于这将近八年的施政 盗星逆施 让人民苦不堪言 缺钱 缺电 缺疫苗 缺口罩 什么都缺 然后他却把自己吹嘘的最厉害 这叫做缺羞耻心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府 我觉得这个字选的确实很好 缺 但是有时候也让我们觉得很心酸 就怎么会有一个政府 然后这个政党的政客 怎么这么缺羞耻心呢 我觉得我们做人跟动物很大的不同 就是因为我们有羞耻心 所以我们才是成为人 干坏事的人都知道他干坏事 所以他叫做黑道 要躲在暗暗的角落里面干坏事 他觉得我羞于见仁 所以我不能够在光明磊落的地方 去干坏事 所以他要去养小三 要偷偷的默默的去养 那个都是因为还有点羞耻心 现在是连录影带出来了 他都无所谓 这叫做没有羞耻心 就是毫无羞耻心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最大的一个悲哀 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子 柯文哲的整个选战策略 有一些调整 蓝白破局之后 他已经判断 他从蓝营这边要挖选票 难了 也就是过去有点评估 是认为在最终要投票的时候 如果说今天柯文哲能够领先国民党 国民党很有可能 有些人认为说大势已去了 有些选票不想浪费 会有一部分移给柯文哲 那柯文哲还有可能冒险 博一下有可能赢 可是在这一次蓝白破局以后 不可能了 那柯文哲既然从蓝这边拿不到票 蓝从白这边也拿不到票 那在这个时候 对柯文哲来讲 他选战的方法调整了 从绿营的来抢票 这个方式跟上一次的市长的选举 有点像 上一次的市长选举 你还记不记得 他过去从上来当市长 就主张两岸一家亲 然后最后的时候 他跑去深绿的台独的电台 说不好意思 我这个两岸一家亲伤了你们的心 这个就是被解读往深绿的靠 在那个时候 后来我在那个时候 我就辞掉台北市政府的 大陆委员会的委员 我是觉得当初 这是我在会议中提出来的 也经过讨论 然后绿营那时候占十几席 那我们对抗辩论 最后你做裁决 说采用这个两岸一家亲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就变了 说变就变 那这代表什么 其实他主要的就是选战策略 目的论 就是能够让我达到目的的手段 他都用 方法他都用 上次的方法有效 你看最后 杀喀都 然后他击败的 绿的跟国民党的 他赢了选举 我觉得他这一次里面 又往深绿的说 其实我的内心里面是深绿的 这个部分里面 他采用的策略是一样的 他希望能够 所以你看他就直接攻击赖清德了 说台独的今孙 你根本就是归孙子 你根本不敢高举 你的台独的大旗 这就是咬定赖清德 不敢讲台独 这样的情形下 看能不能从独派这边 挖个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的选票过来 这样的话他可以从垫底 开始往回跑到二名 或是未来挑战一名 这样的一种策略 选棋会不会赢 不一定 但是你可以看到民进党 有点焦虑 你看林州水跳出来了 庄瑞雄跳出来了 他们就代表有点焦虑 因为他们知道 赖清德现在不敢讲台独 是被控制 被制约住了 所以柯文哲他就可以大肆的 去想办法挖台独的票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是罗旺哲 接下来看到是立委选战的部分 这个民进党有三个立委选区 是五五坡 现在赖清德说 如果国会没有过半的话 台湾的下场就会很惨了 怎么说呢 他可以看到几个选区是被点名 三个选区五五坡 第一个就是台北市的第七选区 也就是信义跟南松山 目前是许淑华跟许巧新 再来就是中和选区 新北市的第八选区 因为这边是比较撒卡都的地区 张志伦 吴正跟邱晨远 到底谁能够突破重围 目前还是选区没有一个 比较明朗的态势 另一个部分就是最近讨论 很热烈的马文君的选区 所以民进党像这三个选区 可以看得出来是五五坡 赖清德怎么说 赖清德说 这些选区本来就是民进党选区 跟国民党选区 表现不佳的选区 如果要赢的话 总统如果总统没有当选 国会过半的话 台湾一定会面临到 非常大的一个困难跟挑战 而另一方面看到说 现在是不是过去有些 民进党的选区 接下来有可能会出现 比较危险的地方 大数据显示 包括像是高嘉瑜的选区 还有另外包括像是 吴正的选区 中和选区 另外还有细致的赖品瑜 另外看到的是像是基隆的选区 所以大致去显示说 大概这几个选区 高嘉瑜 还有包括赖品瑜 吴正 甚至基隆市的选区 有可能会陷入苦战的一个感觉 现在民进党要拼国会 难道现在也开始要 开始抹黑对手了吗 怎么说 现在因为 今天新闻就有报导 林静怡现在民调落后 她说因为支持者 怕表态会有危险 怎么说 她说 选民接到假民调电话说 投票打林静怡的话 对方都会说你不怕来恐吓她 甚至有人说支持率输袁关恒 原因是因为怕表态之后 会有危险 当然袁关恒也要反击 说这根本就是病急乱投一 自己选情告急 就用最差劲的恶意攻击 企图来挽救颓势的感觉 这是在中二选区的部分 另外看到的是 最近很夯的就是这个 北云里的老师欧贵芝 现在被爆出说 是不是到大陆去参加 文化的研修班 主要原因现在目前包括了 教育部长都还说 针对公教人员到中国大陆 去相关规范 要进一步了解处理之后 才能做研处 可是目前到底 这消息有没有证实 还不知道 可是有些侵略人士 开始猛烧这个争议 包括像医师的杜成哲 他就说你以为他在骂克刚吗 其实他在招魂 主要原因就是说 来自香港的欧老师 每到的大选就会出来乱一次 明明并不知名 但是报道之后 就会感觉是某种协力者 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态势 另外包括了像林静怡 他也讲说 因为那个老师说108克刚 是无耻克刚 林静怡他有意见 他发文结果却把对方的名字 三个字打错两个字 怎么说 他说他最大的疑惑是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 欧贵芝的意见 还有认识顾言吾 那错是错哪个字 包括这个欧的字他打错了 他打成欧洲的欧 那支他也打错了 等于说三个字他打错两个字 相当也被网友来笑 现在包括王定宇 他也开始反击 他说什么 古文读得好跟品性没有关系 他说如果士大夫无耻 视为国使 那一名古文老师无教育专业 无文学品味 无论证分析能力 这叫什么东西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延烧起 这个所谓的蓝绿白一个大战 现在包括柯文哲也说了 他说什么 他说累积2000多年的文化 不要把它看得一无是处 人还是要有文化的素养 他说他个人反对去中化 另一个方面看到是余美人 余美人说他对这个欧老师的 108克刚的批判令人激赏 他说这个直言莫过于无人 只是高手在民间 那因为没有发生声音 是因为大家都在忍耐 话回路来先请教一下 亮哥怎么看现在 赖清德说只要他选区 只要立委选区 国会没有过半 台湾的下场就会很惨 过半才惨 是啊 蔡英文执政八年 够惨了吧 对啊 够惨了 蔡英文执政八年中天又没有 赖清德执政八年 搞不好连梯台都没有 对啊 我觉得纯粹用网路声量 来看选举的高低不太准 因为事实上我看大数据 人家大数据也不是只看网路声量 大数据还会看各种民调 都会统计进来 所以我是觉得不太 就参考 参考 因为有很多人事实上 不一定会在网路上表达 对某个选区的意见 可是他还是会投票 所以我是觉得 还是要看民调比较准 我还是认为 比如说颜宽恒这一区 林静怡的民调跟颜宽恒 我就觉得不能够代表选区的实力 因为当时林静怡是怎么补选上的 全党护一人 全党教育人 他今天哪有这种绅士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组织票 而且组织票 颜宽恒一定会比他好 然后上次是绿媒 几乎是全力在打颜宽恒一人 现在是73区一起选 颜宽恒的新闻 现在几乎就没有 大家都在报道 总统选举的新闻 事实上越安静的选举 对颜宽恒越有利 颜宽恒是说 他原本民调是领先10% 所以他接到民调电话的时候 林静怡才说 你都不怕支持者被恐吓 这个就是 这个是他讲的 他要找证人出来 一起看记者会 对不对 不能只是你讲 只是你讲 这个对选举我认为 影响非常小 因为我的意思说 这个选区就是一个 非常极端的选区 就是因为颜佳的组织很强 所以这个选区越安静 对林静怡就越不利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 选举不能只看网路声量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觉得这个欧老师 这是这样 我去看中国大陆的 文言文的比例 高中六个学期 文言文是72篇 72篇 我们台湾是14篇 差这么多 差起来是30好像砍一半 对 我们台湾是砍到一半 本来30 然后现在变成14篇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 坦白讲有些人在 这个也跟品格教育无关 这扯太远了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 基本的文化 会内涵在经典著作里面 对 比如说文宇孟子大学中庸 有些人就说你至少要站到边 那这个现在到第一种叫做 就是你的文化价值的问题 是 这个不是品格教育 是你知道这个文化是什么东西 是被强调的价值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文字文学之美 那你如果文言文念的比较多 你的表达能力也会比较好 比如说网路说有人贴 说蔡英文去糟通碰到好茶 茶叶不错 那蔡英文的表达方式就是好茶 对 就是这样 对 他就刚才这样讲而已 那人家去查马英九 坦白讲马英九那种表达方式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他就写了那个 然后他 蔡英文去那个阿董肉丸 就说真正好吃 那满酒喝到好茶 他说一片冰心在玉湖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种Q 感觉不一样 那你说他是品格教育 这个当然不是 这个是文字语言的表达能力 那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 所以我们简单讲 就是一个人的气质 一个人的表达 你现在通通都要搞白话文 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人这样搞 其实中国大陆 现在都知道那样不对 比如说文革的时候 搞孔家殿 达到孔家殿 那个时候所有的课文 都是白话文 所以事实上就造成 1960年代1970年代 那个时候的大陆 大陆人的语言能力就很差 真的很差 所以他是最近这20年 才慢慢在恢复 电视也开始有这一类的节目 什么诗词的节目等等 这个就是一种表达能力 文字语言的文学的表达能力 鉴賞能力 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 大概是這樣 是 斯康哥你怎么看 文化资产这个东西是 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你看这国家的底蕴深不深厚 不是看他科技晶片做得强不强 是看他的文化底蕴好不好 然后人民的素质 在文化的素质的鉴賞力 还有他的表达力 这个是不是达到 某一个程度的水准 大家看这个国民的一些水准 看这个 而不是说看会不会做电脑 会不会做电动车 这种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世界各国 你不要像美国 他对于这个 比较英国的一些古文学的部分 莎士比亚的部分 他从高中就开始在念 在念莎士比亚 甚至要背诵 有的还是变戏剧要去演 所以他们也是在课堂当中 然后用不同的形式 来去了解他的语言的 原本在哪里 他的根在哪里 你看英国跟美国 当然现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你看他的文化的根 是来自于英国 所以美国很多的朋友 都觉得 他有时候觉得英国来的人 是文化底蕴比较深厚 道理就是这样子 你说这些古文也好 就是一个文化力表达 你不要说什么 中国大陆这个有的没的 你这讲的就是很泛政治化 就没有意思了 而且你会看古文 而且他培养一个 阅读能力 大家有没有觉得 现在很多的眼睛朋友 他家的阅读能力 字都写错 林静怡也字都写错 三个字说 林静怡的中文 应该重新修 我相信他可能不知道 区长的区 在姓氏里面 应该是叫欧 念欧 对 区块的区是念欧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 跟教一下林静怡 不好意思 那是欧 在姓氏叫欧 不是叫欧 所以这个就是阅读能力 跟你这个字型的 字辨识能力 我觉得这个都 古文是个底蕴的问题 这个底蕴 你不是说什么品格 我觉得品格 倒是另外一回事 而是文化底蕴 如果说我们注重小朋友 青年学生的文化底蕴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 有适当的一些文言文 古文 对他们来说 应该就可以理解一下 文化的传承 很多的用字 是怎么演这两三千年来 两千多年来 怎么去做一些演变的 美国人还会练希腊悲剧 美国有些地方 还一些比较注重的中学 还会练拉丁文 还练拉丁文 比较像一些私立的学校 贵族学校还练拉丁文 所以大家都想要知道 文化的根在哪里 所以民进党这八年 就是要企图去把你的文化的根 去割裂 所以108克刚 我们去问很多的老师 跟很多的学生家长 大家都说不要 大家都说不要 所以我觉得明年 如果政党轮替 国会再也过半話 我觉得108克刚 一定要重新去做翻修 是 王卉杰你怎么看 我觉得108克刚 这个过程 确实是让非常多的老师 第一线执行老师 真的困难重重 我觉得这一次 有老师把一个现象提出来 光这个无耻 廉耻这件事情 如果不在他们的心中 难怪他们现在民进党的官员 动不动 我前天才讲这个杂粮基金会 反正他报告也可以作假 钱追回来就好了 酒买一买送回他家也没关系 这样的官员 他还就继续存在在那边 廉耻两个字不知道怎么写 这个赖清德现在开始 他要启动四天三夜 沿路唱歌黄岛 拼土 要从宜蘭出发 因为宜蘭是民主胜地 看起来他这一次 可能失守的地方 目前估起来真的也满多 我们真心希望 不要再让民进党就是拼过半 因为他们现在也没特别提 什么政策 大概就是抗中保台 再来就是说 我们民进党一定要国会过半 在那地方贴的标也是这样子 就是希望继续这样下去 但我们这八年大家都过得不好 所以我们都不希望 他们的民进党 在国会继续来过半 我们要努力好不好 再也要努力 你看 因为看到很多民进党的 欧老师这个事情 民进党全部都跑出来 要狂骂欧老师 会不会这也变成一个 选举操作 我觉得像他 自由时报出这个 他就特别 马上就出真的概念 就是他就马上把欧老师 他去中国参加文化研修班 这个事情拿出来讲 我觉得是标准的 不面对问题 但是就是转风向 欧良小党就是民进党 这招有用吗 现在选举看起来 我觉得我发现这一题 其实在我们的地方 LINE社群是发烧的是 蛮明显的 这是蛮厉害 而且很多人在传 在声援这个欧老师 你还是要扯到统都 不然就是中共统路人 讲这个被人家笑死 不得不知道什么医生